都说娱乐圈至今没有人敢批评她 很多人来评价她的一生 是非常充满传奇色彩 而她的传奇不仅体现在自身的成就上面 还有她从男儿生变为女人的故事 更是这样 金星从小就有成为女孩的梦想 她有在性意识的时候 就非常迫切地想成为一个女生 不过这个梦想一直让她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实现 金星变性型的妻子叫可柏林 是金星在美国学舞蹈时相识的 而她与妻子结合也是一种巧合 因为当时两个人都是比较年轻气盛 血气方刚 一心往小话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不过后来因为性格方面的原因 两人没过多久就离婚了 而金星的变性经历对她来说 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 也是她这辈子最不想再回忆起的过往吧 因为那时候变性手术不像现在这么成熟 她在其中忍受的痛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痛 手术后的金星也由她转变成了她 也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再更加自信地对舞蹈生活更加热爱了 充满活力的她 通过每日每夜的不断练舞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终于成为了一个顶级的舞蹈家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金星如今这么成功 别忘了默默支持她的老公 她老公汉斯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 高达帅系 对金星也是肯爱有加 夫妻俩的前段时间参加的综艺节目可以看出 金星在她面前 试图就是一个小女人的样子 不想而知金星有多么爱她 没有人样子 好 初计数